史密斯 醒醒啊 史密斯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驾驶员混过去了 醒醒啊 史密斯 归铭 快 史密斯 快过来看见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上帝保佑 我都不分色吧 怎么样 老鲁 他不行了 快 二一零出事了 赶快联系二一零 赶快呼叫 赶快呼叫 二一零 二一零 塔台 塔台 我们是二一零 二一零 二一零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什么啊 组长 飞机抖得厉害 我控制不住 塔台 塔台 我们的情况很危险 驾驶员中毒了 让他们确定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快点救援我们 联络不上 二一零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喂 国防部门 下午接到乌湖的电话 对 乌湖机场的电话 乌湖机场一架特型小组的飞机 和机场失去了联络 一 二一零 老虎 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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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了 老虎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咖啡机啊 我不会开 我只开过坦克 塔台 塔台 我们快要到南京上空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车厅小组的飞机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车厂车 车厂车 我们得赶紧去机场 来 车厂车 慢点 慢点 去机场 车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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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速就行了 飞机不是坦克系车 没摆的话 都差不多 就这么开吧 我尽力吧 飞机 飞机快点 什么 来了 组长 钢柜 210呼叫塔台 210呼叫塔台 我们的驾驶员中毒了 飞机没办法控制 快告诉我们怎么办 飞机到底怎么了 女士不能进 什么呀 女士不能进 把这个给它挂一下 快点 什么 给它挂一下去 好 保持高度 给我 塔台 塔台 我们已经到南京上空了 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 我们应该怎么办 问他们该怎么办 我听不到你们说道话 我们应该怎么办 说话 老邦 继续呼响 有一表 塔台 塔台 是 你给我喝一口 你给我到南京上海 喝 他们无法降落 快点 别遭到冬季行吗 罗长 老鬼子一直动来都用 我挂不下去 谁让你给他喝了 给使妹子喝 什么 给使妹子喝 快点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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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这把混蛋 我抗议 王邦 是他这是谁 快点 混蛋 快点 快点 混蛋 塔台塔台 我们是210 把手拿开 扶住了 快看他 你要赶沉吧 谁别在 我们现在要飞过南京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塔台 可见你对准了 对准了给他喝 是 对准 是 使致对准 听到请回答我们 我们是210 听到请回答我们 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 我们马上就要飞过南京下空了 我们的驾驶员已经中毒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行行 是miss 是miss 组长 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很低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回答我 我们应该怎么办 回答 行行 是miss 是miss 210 210 报告 发现210 距离方位 距离机场偏北十五公里左右 210 210 你们已经到达机场上空 请你们往时航向 往时联络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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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请回答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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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Plaque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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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招然若接了呢 四座你想想 什么人这么神东广大 竟然能往飞行员吃的东西里下毒 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 还有谁知道 侍从侍不会有人这么干吧 夫人不会这么干吧 不是他是谁 命令呜呼不对 封锁机场 一个也不许放跑 哎呀四座 现在不是跑步跑的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怎么让这个飞机 下来安全着陆 走 到塔台看看 210 210 你的高度只有5000米 非常危险 请马上拉高 怎么样 飞机长的情况 情况非常危险 史密斯 史密斯 你醒醒啊 史密斯 我无法降落 我们飞过了南京机场 史密斯 史密斯 你 上边飞 组长 我们该怎么办的 保持住 塔台塔台 我们是210 我们现在无法降落 你醒醒 我们现在怎么办 回答 史密斯 回答 史密斯 你醒醒了 史密斯 快醒醒 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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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醒了 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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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史密斯 快点把他扶起来 匪机快速下降 我拉不起来啊 组长 怎么办 别让他掉下去就行了 你控制住 快点 给他扶起来 快 史密斯 匪机还在下降 史密斯 还在下降啊 史密斯 你好点了吗 史密斯 好点没有 史密斯 我们现在离地面高度三千米了 还在下降 史密斯 我们现在只有三千米了 应该怎么办 两千五百米 我们现在只有两千五百米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史密斯 你好点了没有 我们现在的高度很低 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只有破降 怎么破降啊 只有两千米了 怎么办 路易云 别叫了 必要拽 史密斯 怎么破降啊 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么破降 是高度 保持高度 降低速度 降低速度 打开减速器 打开减速器 减速器在哪儿 减速器在哪儿啊 在那儿 哪个 在那儿 是这个吗 不 这个 不 这个 不 这个 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 路易云 把那个打开 快点 不不不 你把我的东西走 你把他放光了 你把他放光了 我把他放光了 你告诉他 他已经把油都放光了 我的天哪 我们死定了 竟然有点十个空 我要死了 我不用了 我想那么早死 我要回家 笑什么叫 闭嘴 一边来下去 我不想 发动机艇 你们跟我一块去死吧 你 你 还有你 闭嘴 你们一起为我殉葬去吧 谁要扶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老鬼子 你老实点 老婆 这是最后一个散包 给他穿上 快点 如果万一出现意外 你一定要选散包生 化圆圈的降落伞 你记住 千万不能搞错了 快穿上 马云飞 不给他穿 你干什么 不给他 你干什么 我就是把他硬了 别忘了我别让你老鬼子穿 你别让老鬼子活着 马云飞 你大 给他穿上 快点 把云飞 你放我 不能给他穿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给他穿上 不给他 他没有资格穿 不给他穿 你想死是吧 我们谁都可以死 唯独他不行 我一定让他活着到南京 把三毛给他 给他 穿上 高度只有五百米了 别怕了 我会陪着 我会陪着你一块死 族长 飞机把山要追回了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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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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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零 二十零 收到请回答 师座 二十零可能坠毁了 走吧 回去怎么说 该怎么说怎么说 飞机失去联系的最后位置在哪 不清楚 上午九点十分左右 飞机飞过南京机长上空以后 就没有消息了 那我们现在到底知不知道 飞机上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给蒙军飞行员投毒 我们是在乌仙殿当中 断断续续听到的 报告人应该是马云飞 乌湖机长方面有什么消息啊 有关人员已经全部扣押起来了 刚才来电话说 与死事有关的一个厨师 已中毒身亡 尸体正在运往南京的途中 因为这个厨师中毒死亡 所以事情现在没法调查下去了 谁都可以死 唯独石研夫不能死 可是现在最糟糕的是 有人要石研夫死 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军内 怎么说 石研夫的受审 肯定危及了这个人的生死 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置石研夫于死的 可是这件事情要想查清楚 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石研夫能够活着回到南京 哎呀 这怎么可能啊 是啊 是啊 如果现在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呢 有吗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要想办法做最后的努力 听篇由命吧 从头到尾 他就没担心过自己的女儿 在飞机起飞之前 他跟杜丽娜通过一个电话 他没说不让他女儿上飞机 没有 哦 这么说他把他女儿也搭进去了 这是得不偿失呢 还是得失相当呢 哎 我跟你说啊 这人啊 没被逼到绝路上 绝对不会下死狠心的 可是他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了把石研夫杀掉 办到我中启达 连他女儿的命都搭上了 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 石研夫的背后 一定还有什么秘密 嗯 这样啊 你开始对董玉卿展开秘密调查 是 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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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 来 上来 你 瑪克 你在哪儿 放下吧 来 麦可 起来 起来 麦可 你在哪儿 你快回来 起来 麦可 麦可 你快回来 你在哪儿 原本是想跟你死在一块的 可是老天爷 没给这机会 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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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跟我来这套 在飞机上 你竟敢用枪指着我 你忘了你在机场怎么跟我说的了 麦可 董琳娜 你记着 只要我活着 薛恩夫就必须活着回到南京 麦可 你要想跟我在一起 就必须忍受这一点 史密斯 你上来 老孟 麦可 让他哭会儿吧 他已经死了 走吧 麦可 走啊 麦可 老孟 不 我 给你 就走着瞧 老孟 看你还是不累啊 老孟 我还真觉得是啊 是南京地下那三十万英魂保佑了咱们 让咱们大难不死 把石研夫弄到这儿来了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迷信呢 其实说实话 现在想起白天的事情 我也挺后怕的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毋庸置疑啊 有人想知石研夫于死地 而且我觉得这凶手 逃不出咱们三个顶头上司 君作思作还有那个白畜长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孟 你觉得这三个人当中 学的可能性最大 你说呢 不太好说 你觉得呢 对啊 咱们就先试想是君作吧 您好想看 如果石研夫死了 对君作有什么好处 如果君作杀掉石研夫的话 司作是这次行动的直接领导者 肯定是会受牵连 他这官可不好当了 君座是总督察 他责任小吗 为了把司座拉下马 君座不可能这么做 你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失散了十年的女儿 跟咱们在一起 这不太可能 所以我想不会是君座 没错 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地方 老孟我跟你说实话 实验夫对君座还有别的用处 也就是说君座 不会让实验夫就这么死了 老孟 你到底 还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老孟 虽然我这个人特别地讨厌规矩 但是有些距离还是要遵守 行了行了 我不问了 知道太多没什么好处 现在跟我说说你的司座吧 曼玉飞啊 难怪都说你是个聪明人 你少捧我 咱俩其实是各位其主啊 我是君座的人 你是司座的人 可是咱俩的任务是一样的 只不过接受不同人的命令而已 但是客官的仇 但是客官的讲 司座这个人不好判断 司座表面看起来啊 大大咧咧的 其实啊 他远不是表面看起来这样简单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司座是一个大只若鱼的人 我只是一种猜测 很多时候 司座骨子里并不像他表面一样 而且中国历代的历史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韬光养晦 才能在仕途上走得更远 那好 咱们试想一下 如果是司座想把石研夫杀掉 石研夫死了 对司座有什么好处 显而易见 在这次行动中 军座的权力更大 而且 你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又是特勤小组的组长 那么显然 责任全在于军座 你想过白处长吗 白处长这个人啊 我接触不多 但从别人的反应来看 这个人倒是一个懂得进退 谋略挺深的一个人 他一直居于军座司座之下 但是他很有野心 如果石研夫死了 军座和司座都受到牵连 那最后就是预榜相争 得力的就是白处长 他就可以趁机上位了 白处长整天处心居立 野心勃勃地窥探着司座的位置 现在虽然是司座全高位重 但是司座手底下 得力人才 还有军队 全都在白处长的手底下掌握着 也就是说白处长 可以随时随地地把司座架空了 司座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所以他早就想把白处长给除掉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 你看 当初司座升迁之前 肯定需要白处长这样能干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对他非常有用 但是如果万一军座倒台了 司座肯定再不需要白处长 而且如果司座和军座两个人争得太狠的话 肯定会造成两败俱伤 那么白迪夫就会与翁得利 你好好想想 像司座这样戎马半生 怎么可能给白迪夫铺路搭桥呢 哪个政客会这么傻 所以说嘛 咱俩呀都是扛枪的傻蛋 绝不是玩心眼玩阴谋的政治家 你才傻蛋呢 不够狠 这分析了半天 马云飞啊 你告诉我 咱分析出什么结果来了 我跟你说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什么 我当我军内部 出现了奸细 而这个奸细的名单 就在石研夫手里 所以 谁想杀掉石研夫 谁就是这个奸细 这一点你没想过吧 怎么样 我跟你说的已经够多了 严格意义上讲 我跟你说的这些算是泄密 甭说废话了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我觉得呢 咱们先取到龙昌 去徐州 然后再想办法回南京 这样 这三位长官 咱们谁也不联系 走了再说吧 这只要咱们用过呀 也没起什么作用 瞒是瞒不住的 走一步看一步吧 你说呢 只能这么办了 切割防部军阀司 喂 哪位 君佐 是我 是我 我是白蒂夫 没有 我们一直守在这里 没有任何消息 对 所有飞机可能坠毁的地方 我们都发出了通报 对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回答 好 是 收纳... 小纳 小纳 小娜 听爸爸的话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爸爸爱你 爸爸 快走 爸爸 照顾好生的 爸爸 爸爸 快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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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鲁一平 这是什么地方 城江龙城马头 离徐州不远 你还没给钱呢 一天没吃东西呢 卖烟 卖烟 来包烟 好好好 好 再来点这个吧 不要了 你们快点吧 咱们走 我跟你请个假行不行啊 干什么 我好多东西都丢在飞机上了 好不容易到了镇子上 我想去买点东西 等找到旅馆以后再说吧 你怎么这样啊 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 鲁一平 你能去当飞行教官了 哎 飞机上多亏了你那炮头五尿 你可立了大功了啊 什么童子尿啊 要不然 你也尝尝 哎 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鲁一平 你先去找一家旅馆 要一个安全一点 是 嗯 走了 来 老板 有空房吗 有啊 您要什么样的房间 嗯 后院我包下来 行 没问题 府子 去帮他们收拾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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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o 哎 哎 哎 천 哎 哎 哎 越来越近 是吗 你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勇猛有余 至貌不足 这是天生的 改我是改不了了 如果还想跟我说什么的话 到旅馆以后再说吧 走 族长 你们来了 怎么样 安排好了 我把这个后院都包下来了 这样可以隐蔽一下 随便先吗 好 这边 史密斯 你住在这 石研夫住在哪 你看那两个房间 更安全一点 石研夫 过来 何谦 有 把东西都撤了 是 卤一瓶 到 好 过来 好 族长 我来 带董小姐去她的房间 然后负责警戒 好 东小姐 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来 干嘛 干嘛 就洗发脸吧 干嘛 别晒有文账了 行了 行了 你去吧 以后别随便进这个房间 把东西拿到外面去 快点 好 好了 石研夫 你现在可以说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 想杀我的人 是你们中国人 你这一路上都在说 想杀死你的人是中国人 我想问问你 你怎么就断定不是你们日本人 我相信大日本帝国 自从我离开日本之后 他们一直在拯救我 从没有放弃过 一天都没有放弃 他们会救我出去的 我坚信 坚信 他们不会让一个为大日本帝国 建立功心的人 接受你们不公正的所谓的审判 我告诉你 石研夫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绝对的公正 说完了吗 那好 我已经知道了 你抓紧时间休息吧 马组长 难道 你们想让我在接受公审之前 就死掉吗 难道 你们和那个想杀我的人是同谋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的兄弟彭义 则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活着的 而你早在火车上 就应该被堵死了 死得跟那条狗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侮辱我 好了 石研夫 你放心吧 只要马云飞还活着 你一定会安全地到达南京 马组长 我还有句话要说 我希望 你不要把你们的计划 告诉你们的上级 你不要告诉他 哪个上级 谁呀 这个门 请你原谅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恳求你 千万不要告诉那个人 不要 真不愧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军 怕成这样 放心吧 还是那句话 到南京之前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老孟 你直第一半岗 陈欧 不到 但说 不是 画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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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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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遍 真的没有 我亲眼看见他刚刚离开这儿 搞什么名堂 你老老实实把话讲清楚 白狄夫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你们俩勾勾搭搭的想干什么 你这个团长还想不想当了 司座息怒 您请坐 白处长说这次是特别任务 他一再交代他的行踪 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他真这么交代了 亲真万确 一字不差 连我也保密 白处长倒没这么说 可他也没说什么人可以除外 所以属下也不敢 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司座 白处长规定了纪律 您说我怎么能问他从哪来 到哪去呢 那今天他到时候来干什么 他说 前天上午 特勤小组的飞机 在南京以北三百公里处失踪 根据他的判断 估计出失地点是在龙昌附近 他要我和当地驻军联系 一有什么情况 马上向他通报 当地驻军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们那儿的参谋长 跟我是同学 雷医生了 电话打过了 他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这么重要的事 他瞒我 白处长这么交代的 所以属下不敢 我说 特勤小组是我组建的 我是这次行动的全权负责人 这些事居然瞒着我 你不觉得荒唐吗 你不觉得荒唐 哦 呢 你得到